如果当初周星驰愿意低头谄媚美国 出卖中国文化的话 可能如今的他早已经在好莱坞混得风生水起 1996年香港电影市场逐渐低迷 像同时期的周润发 成龙 李连杰都已远赴好莱坞发展 之前的大化西游票房口碑双十例 并没有击溃周星驰做导演的信念 后来受香港某位大厨的启发 周星驰决定要拍一部关于中国美食文化的电影 剧情一改往日风格不再以小人物为基础 而是以出场及巅峰的方式开场 为此周星驰还拉来了昔日的老搭档吴梦达 并且让李立驰挂名导演 编剧古德昭饰演汤牛 电影上映一周后虽只斩获了550万票房 但后来在北美上映却票房大卖 而电影里天马行踪的创意 也让一众好莱坞导演为之震惊 不久后美国电影公司福克斯便嗅到了商机 向周星驰抛出了橄榄枝 原来他们是想买下电影时辰的版权来翻拍 并且还要请金凯瑞来担任男主 都之后周星驰自然是乐享其成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艺人都想去好莱坞闯出一片天地 如果好莱坞都认可中国作品 那么我们的演员还用得着去背井离乡吗 然而当两方在讨论剧本时 美方的一个举动让周星驰直接终止了合作 他们竟然想把里面的美食改成他们的汉堡跟薯条 而且中国的美食全部不用 这一行径也触及到了周星驰的爱国底线 周星驰极力的坚持 电影里最好吃的菜一定得是中国菜 而且包括中国元素的美食一个都不能少 否则一切免谈就这样 周星驰拒绝了好莱坞的第一次邀请 其实一向不善言辞的周星驰 一直都怀揣着一颗爱国之心 在香港还未回归之际 曾经有很多艺人都对内地避而不及 生怕影响到自己的演艺事业 可周星驰却用自身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 虽然唱功不行 但他硬要在电视上唱 我是中国人 我不管生在哪里 我是中国人 无论是在何处 是做中国话 如果细心的你看电影就不难发现 周星驰总会在电影里 无意间透露出这一爱国情怀 因为一个人爱某些东西是藏不住的 在《陶学威龙一》中有这么一个片段 考试题目是考安史之乱 其实这里周星驰本可以随便用一个数学题目就可以 但星爷却要用这道题 因为他想提醒人们 不要忘记了中国历史 在新京武门里 面对拿着东亚病夫牌匾的日本人时 周星驰义正言辞地说道 这不只是祸家的事 他侮辱我们中国人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事 各位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本应该互相帮助 同门如兄弟 生死与共 这就是我们龙的传人 传统的美多 还有在自己知道的国产007中 虽然取景是在香港 但依然有着很多内地元素 甚至在这段片段里 周星驰直接用了粤语言音 2009年 好莱坞翻拍电影《青风侠》 第二次向周星驰抛出了橄榄枝 并想让星爷亲自操刀 但周星驰又做出了令美国人费解的事情 他要求电影里把会工作的角色 由日本人全部换成中国人 然而制片方却拒绝了周星驰提出的要求 周星驰又毫不犹豫地退出了电影制作 曾经很多艺人为了进军好莱坞 获悉背景离乡 遭受冷眼 甚至是不择手段 可周星驰并没有因为好莱坞的邀请 而放弃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曾经有一位母亲 引用《藤王阁序》中的千古家具 雄州物猎 俊彩星驰 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周星驰 而60年后 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了中国影坛的传奇 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 无可替代的喜剧之王